福興新生系列, 細雪本草 是由北京同仁堂全力支持 蕭教授, 這棵是蘆蕙 我覺得牠生長得很漂亮 因為我家裡也有種 但我的是很矮、很短的 你講起了這個蘆蕙 這個蘆蕙這一樹的植物 在世界上分佈得很廣 從非洲到亞洲都有分佈 所以很多人把它當作盆栽 觀賞用 講起來藥用 這個應該是 它既是中國的中藥 又是西方的草藥 在西方古羅馬的時候 他們就用 用這個藥當時有什麼作用 因為它消炎、解毒、通便的作用 談到這個蘆蕙 中國古書裡邊 對它記載的並不是特別明確 我舉一個本草綱目 講到這個蘆蕙還用了一個別名 叫什麼呢 象膽 為什麼這麼奇怪 用象膽這個名字 象膽 象大象很大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蛇膽是什麼樣 知道豬膽是什麼樣 知道熊膽是什麼樣 當時大家沒有見過象膽是什麼樣 但是一看這個黑乎乎的一大塊 嚐起來又挺苦的 會不會是大象的膽呢 所以它就出了這樣一個別名 提到這個蘆蕙還有一個特點 它既可以鮮用 又可以乾用 同時它既可以藥用 也可以食用 就是有些人拿它來吃 這個葉片把外邊的外皮去掉 涼拌菜做沙拉也挺好 你吃過那個酸奶裡邊有蘆蕙 嘗過沒有 有啊 有過 還有一個現在在香港 我們看很多的蘆蕙專賣店 賣它做什麼呢 很多女士拿來做面膜 包括有一些傷口癒合的時候 比如塞線炎 這個塞幫子發炎了 貼上這個蘆蕙的枝葉 恢復的都挺好